说到何仁东 他的定位基本上都在霸道总裁这一块 他经常多演这些角色 古装剧里面对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风云里面的那个不经云 很正义的一个人 充满阳刚之气 虽然是古装剧 但还是一身霸道总裁的感觉 现在剧里面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个泡沫之下里面的欧神了 又是一个蛮横霸道的总裁 因为他经常多演一些这样的角色 有好多人都觉得厌烦了 甚至还有人说出来他长得丑 其实在小平看来 这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不同 对美的定义不同罢了 即使有人吐槽他长得丑 360度都是死角 但他还是不生气 从这点就能看出来 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 性格也好还很幽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好像很少见到他的老婆 有些东西越藏就越让人好奇 大家都非常想知道长啥呀 他的老婆长得确实是很漂亮 也很有气质 怪不得他会把妻子藏得这么严实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据悉何仁东的老婆 这两个人结婚之后就辞掉了工作 专心的在家里当一个全职太太 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幸福 何人都不想自己的妻子经常被狗仔偷拍 所以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保护好妻子 不让妻子抛头露面 出现在闪光灯底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